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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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Futuremate的小屁 Hi 我現在呢,是人在於 檳城的國際機場 早上11點鐘 我的身體 有一點點不舒服 現在我是從檳城 飛往基隆過,是一個很短的 50分鐘的飛程而已 車輪 純粹只是覺得廁所比較有私意 12月其實是一個很煩惱的一個月 我明天也就是12月1號呢 我會到上海參加拍攝活動 還有這個InnerSec 然後8號我就直接飛去新加坡 然後我在新加坡待20個小時呢 我就會飛回馬來西亞 在12月11號 我又會飛往日本 所以12月22號呢 我會從日本回來馬來西亞 所以基本上12月呢 我很長時間都在馬來西亞 這次開車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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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號 9號 10號 回到吉隆坡 第一間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 先回來辦公室 OMG 在還沒有飛上海之前呢 我真的是超級多東西要做 而且要把這個影片給拍完 今天拍這個影片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然後第二個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箱鞋子先 這就是我今天要開箱的鞋子 Hoka 很多人都會把這個品牌名稱都給念錯 因為照著英文字來看 其實很多人都會念成 Hoka One One 正確的這個發音其實是 Hoka One One 而今天我們要開箱這雙鞋子的名稱 是叫做Tor Ultra Low EG 這雙鞋子也代表結束 OK 謝謝 這個是來自上海的包裹 我估計呢 這個是Innersec所寄來的 果然沒有錯 這一個呢 也就是 來自上海的Innersec所寄來的包裹 今年2018年的Innersec 我會參與 我會在 2月7號跟8號在那邊 所以 如果你們有到現場的話 有遇到我的話 記得跟我說聲 Hello 好不好 那麼包裹裡面 還有一件像外套 這個 Coach Jacket 4BK 誰撥蓋的這個Coach Jacket 我是不是剛剛罵出口 回到這裡 它的鞋盒呢 很特別 它是往側打開的 然後趁紙把它打開 BAM 也就是今天的主角 Ultra 沒有很重的焦味 還是純粹因為我生病 這一個呢 可不是一般的 Hokka的越野鞋 它可是跟 Engineer Garment 所做聯名 Engineer Garment 其實是 一個住在紐約的 日本設計師 所擁有的 這個服飾牌子 我自己本身 也是超愛那個牌子 講到Engineer Garment 很多觀眾就會覺得很耳熟 這是因為 今年在年頭的時候 我就有開箱過一雙 Engineer Garment 跟Dr.Martens 所做的這個靴子 它的設計 的確是很吸引大家的目光 不過我覺得 這雙鞋子是屬於 如果你懂的人 你才懂這雙鞋子 第一 Hokka這個牌子 其實算起來沒有很紅 不過我大膽預測 接下來會很流行 這一個牌子 第二 我覺得這雙鞋子 根本沒有想要再炫耀 它是聯名款 因為在鞋子外頭 根本看不到 Engineer Garment的logo 就算有 也是在這個鞋子上面的 織帶有印上他們的logo 不過是很不明顯的那一種 然後在鞋墊上面呢 有寫上這個 Engineer Garment Collab Hokka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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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time for Africa 這其實不是他們第一次聯名了 在去年還是前年的時候 他們有發過一個 同一個Ultra的鞋款 可是是高桶的 然後今年10月23號的時候 他們才發這個第一桶 不過一般的越野鞋 他們如果要防水的話 普遍上都會看到他們用GOTEX的科技 可是這個不是用GOTEX 它是用上這個EVENT 他們上面是寫EVENT 然後這個EVENT 就是讓整雙鞋子都是防水的 然後包括它的內側呢 都寫上Waterproof 其實拍一拍拆一拆 它就乾了 所以這雙鞋子 將會是我的雨鞋 這雙鞋子原價呢 是Ruby 3萬億 不過現在你想要以原價買到這雙鞋子呢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當初這雙鞋子是搶翻天的 我是幸運的才買到最後一雙而已 如果你真的真的很想要的話 我是可以建議你們跟在售商買 不過由於它的這個量很少 所以它的這個在售價格呢 現在是很貴 幾乎會買這雙鞋子的人呢 都不是在售商 也不會想要再販賣出去 都是拿來自己穿的 你們看到這個就是Beneng Bridge馬拉松地圖 而這個紅色的路線呢 也就是我跑全馬的路線 這個馬拉松特別之處呢 就是你會經過一個 檳城的著名的地標 叫做檳衛大橋 這個橋坪路的交通其實都很繁忙 為了避開這個繁忙的時段 我們的全馬必須要在半夜一點半就開始跑 今天陪我一起跑的 也就是Jensen 我沒敢想喔 我沒敢想啊 只要心累啊 感覺 身體還沒有累 心先累 kleinen sensory 中場賽事報告 快要二十公里 天空快要下去 下去 20K 還有一半而已 現在我膝蓋小腿腳踝都很痛 一般上馬拉松的痛呢 我都可以忍受 因為我在做訓練 我懂那個痛呢是可以忍受的 所以頭20公里呢 對我來說是很快很簡單而已 可是真正挑戰的地方呢 是在30公里 30公里的時候 你的意志力是最脆弱的 偏偏在這個時候 天空竟然開始下棋以來的 就在這種惡劣的天氣下 你每跑一步呢 都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那個痛 你的腳痛 你的臉被雨打 你的意志力已經開始被摧毀了 當時我是處於一個一半放棄的狀態下 已經很猶豫要不要繼續跑的時候 突然之間 有一位來自印尼的這個跑者呢 他就拍了我肩膀 他就跟我說 Keep running bro Keep alive 我心裡就一直在想 這一場賽事這麼難 這麼惡劣的天氣下 如果我都可以完成的話 在未來 沒有事情可以難得到我 我一定要完成 後來我就開始慢慢跑了起來 然後也開始 配速呢越來越快 不過最後的10公里呢 真的是很漫長 很可惜 我無法在5個小時裡面完成 我的時間是5個小時 1分鐘 這個獎牌 他媽的難拿到 這個獎牌 這個獎牌 到達到 這個獎牌 上次就好 我們的獎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